柬埔寨诈骗现在传出是已经把目标转移到了特定族群 魔术师李丹就透露说 最近台湾的魔术圈接获了不少邀约 声称说是要在柬埔寨的五星酒店办商演 提供鸡扎酒 四天三夜就可以有9万元酬劳 不过他联系饭店才惊觉根本是一场骗局 另外新北市有一对情侣党 今年出道柬埔寨应征赌场的工作 没有想到遭到了囚禁殴打 最后甚至被转卖到了缅甸 宁愿手法更为凶残 家属最后是透过管道花了200万元 这个月初才成功将人救回 魔术师李丹手法千变万化 一会变出鸽子 一会还把丝巾变成了手杖 华丽技法让他经常受邀演出 但现在也传出最近恶名昭彰的柬埔寨诈骗 盯上了魔术师们 可能我现在有活动 然后我需要魔术师 然后我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然后会给你他的邀请函 然后也会献给你他的名片 传出诈骗集团最近锁定的目标族群 以柬埔寨有四天三夜商演 包吃包住还可以进账九万高薪为由 到处寻找表演团体 疑似想把人骗过去从事诈骗工作 甚至印制了名片跟流程表 想以假乱真取信被害人 直接到官方去求证 然后官方就说没有这回事 他们饭店没有办活动 可怕的因为其实 做到这么精准的去抓魔术师 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在做功课 类似情况还不少 新北市还有情侣党 今年初在脸书应征了片门工作 对方声称要到柬埔寨 以及泰国赌场当核官 最高月薪两百万 不料他们却被转卖到了 缅甸的KK园区 遭囚禁从事的诈骗工作 还被以电击棒殴打凌虐 家属多次透过了特殊管道 直到给付了两百万元 才将人救了回来 他是说我在做不好 要把我卖器官了 就是很后悔 我还会再那么傻的骗子 柬埔寨诈骗又出新召唤 特定族群当新猎物 受害人也大声呼吁 就是不希望再有其他人 跟他们走上同样的路 记者身上张士奎台北报道